当佛教传到中国来 中国帝王 离秦到中国来 来了之后 这夜谭非常欢喜 帝王大臣很多就是拜出家人 就老师跟他学习 主要晓得佛法是教育 没有宗教仪式 这宗教仪式都以后告出来的 以前没有啊 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啊 没有什么早晚哭 没有什么东西 佛只是每天讲经教书 你有什么疑问的时候 你向他请教他给你解答 全是上库 教你的 你都要身体立行 你把它做到 那叫休息 你比如说 教初学的 你刚刚来 佛教你说 教你 五级 教你十善 这是你开头就得要学点 教你六后级 这是因为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 必须要遵守 这是规矩 要不然就乱了 教你这些东西 你统统都能做到 佛不是神 不是心 佛是人 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 在我们中国成为圣人 在印度成为佛徒 那我们中国成为贤人 印度成为菩萨 孔子也有三千学生 七十二贤 那七十二贤就好像菩萨一样了 七十二个真的菩萨了 还有没有真的 这位子就相当于阿罗汉的 很多 所以佛 菩萨 罗汉 是佛教里面 三个学位的名称 宗教里头 不能不可以说 人人称上帝 人人称神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在佛法里头 人人都能称佛 那就说 这个学位 人人都可以拉到 他是学位的名称 只要你把妄想分别职者 统统放下了 你就叫佛陀 齐心动念很难 这个放不下 分别职者能放下 这人叫菩萨 分别也放不下 职者可以放下 这个人叫阿罗汉 如果妄想分别职者统统放不下 这人叫凡夫 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都搞清楚搞明白 所以这一句是教我们 真正学佛人 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就是成福 你要真正发心作福 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修成正果 那你就是不断去放下 不断的为一切众生服务 一切实一切处 一切处为一切众生 标发 标发是神教 做模范给人看 让大家在日常生活 在工作里头 厨师在人间屋里面去学习 学做一个觉悟的人 唯有觉悟的人 才能够放下一切 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个叫行菩萨道 这叫真正学佛 所以这是发供养 这是真供养 供养当中的第一 感谢观看